球队若想继续留在得甲 在必须全取三分的同时 还要尽可能地多捞竞胜球 而在当时的外界看来 这几乎是一个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过杨晨和他的队友们最终创造了奇迹 法兰克福凭借主场优势率先发难 杨晨通过跑位在左侧形成接应之后 随即又将皮球横敲至中路 最后24号舒尔调整后的远射高出了门框范围 随后杨晨迂回到右侧 再次形成了侧影 这次是挪威国脚福约托福特的攻门击中了边王 上半场比赛第36分钟 法兰克福通过前场的拦截就地展开攻势 杨晨的射门在经过封堵之后变成了机会 可惜这名挪威国脚依旧未能把握住良机 而对手凯泽斯劳腾方面 球队因为有争夺欧冠席位的压力 所以本场比赛他们也必须全力以赴 这次通过右侧的横敲形成了威胁 好在斯福扎最后的推射被门将奋力挡住 下半场一边再战 法兰克福在前场的攻势不减 皮球转移至右侧之后 德国国脚施奈德的左脚兜射被对方门将挂紧 短短半分钟之后 法兰克福通过中场的争点获得了球权 杨晨接应施奈德的传球在右侧形成了机会 中国国脚随即的处理方式干净利落 用一脚大力抽射敲开了对手的球门 不过一球的领先优势还不足以让球队成功保击 随后 法兰克福沿后场发动快速反击 杨晨这次的接应展现了良好的身体素质和脚下技术 皮球摘出之后 15号施奈德沿左侧带球突破 随即利用急停变相创造出得分机会 可惜最后在拉拽下完成的攻门力量烧惊 由于必须多捞竞胜球才能掌握保级的主动权 此时的法兰克福进一步将阵型前提 右侧的船中被对方解围之后 施奈德稍作调整完成的搓射又被立着拒至门外 凯泽斯劳腾毕竟是前一个赛季的联赛冠军 他们本场的目标是冲着欧冠席位而来 比赛第66分钟 对方通过左侧的船中将球攻到了禁区附近 尽管法兰克福在禁区内的防守较为密集 不过最后还是被小将巴拉克制造了点球机会 丹麦球星10号施荣伯格随后一蹴而就 比分来到1比1之后 留给法兰克福的时间只有短短的20来分钟 好在短短两分钟之后 法兰克福通过边路的进攻再次取得了领先 这次是索伯切克接应船中完成了投球破门 不过从当时的上帝视角来看 法兰克福必须净胜四球才能成功保击 然而从进球后的庆祝画面可以看出 队员们还并不完全知道这一刻刻的保击条件 如果比分停留在2比1 那么法兰克福是否保击还需看其他场次的比分 而如果其他场次的比分对球队不利的话 那么法兰克福就必须要净胜四球以上 所以尽管队员们或许不知道净胜四球的保击条件 但是他们也坚信多捞净胜球定会有好处 比赛第79分钟 法兰克福通过脚球的二次进攻再下一场 格布哈特完成挑球过人之后突如进去 最后用一脚爆射将比分扩大至3比1 不过3比1的比分还并不能让球队百分之百保击 进球后的庆祝只说明了球队已经大概率保击 就在这个时候13至15名的三个对手都取得了比分的领监 那么法兰克福若想保击 就必须挤掉第12名的纽伦堡 不过球队与他们的净胜球差距有武力之多 所以如果出现纽伦堡一球小副对手的情况 那么法兰克福就必须净胜四球以上 比赛第82分钟 杨晨在右侧送出船中 最后投桃爆里助攻施耐德将比分扩大至4比1 比赛最后时刻 未免冠军凯泽斯劳腾已经是强弩之梦 而法兰克福的所有队员们 在此时已经知道了其他场次的比分 所以球队的进攻仍在继续 福约托福特终于抓住机会将比分锁定在5比1 而其他场次的比分 刚好出现了对法兰克福极为不利的一种情况 13名至15名的三支球队都取得了胜利 而纽伦堡又是一球小负于弗莱宝 这就恰恰验证了至少竞胜4球的保击了 最终法兰克福凭借着进球术的优势 挤掉了第12名的纽伦堡成功保击 而这一结果让纽伦堡全队上下都大吃一惊